前港隊足球員卓耀國 涉嫌向張君澳建明川兩個單位林鴻友追債 他承認兩項刑事毀壞罪 案件押後到今個月17日判刑 案件在官堂法院審理 辯方求情說26歲被告受疫症影響有10個月零收入 在經濟壓力之下經朋友介紹做收數 每次收取以百字到300元酬勞 主任裁判官前禮決定押後到今個月17日判刑 將被告還押 等到撒取感化以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又下令他賠償600元 被告另外涉及向張君澳康城花園 一個單位林鴻友 下個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